大家好,我是WebCup的講師Louis 我是一位UIUX前端設計師 16歲就開始在網路上自學網頁設計 在18歲時就順利進入業界 從我去面試到面試人的過程中 發現大部分的求職者缺乏了除了技術層面以外的能力 學完這堂課,你除了會具備實戰技術 也會兼具使用者經驗到執行專案的思維 這堂課我們將預設大家為零基礎 課程的前期你將學到設計元件的技巧 還有最紮實的程式撰寫能力 讓你的設計成品變成動態網頁 從單點的物件了解到設計和技術之間的關係 並做出想要的效果 再進一步的讓它成為真正好用且懂人系的設計 後面的課程將以專案的觀念實踐所學 藉由使用者經驗技巧和企劃技巧 前期運用資訊的收集去定義解決的問題 決定專案的方向 透過Functional Map到UI Flow Wireframe互動設計和Prototype流程及各種輔助技術 繪製出網站架構和未來發展 成為整套的設計規格 變成大家能夠參考的規範網站 讓你的設計理念促進大家的溝通合作 最後並做出整體網頁 包括網站的配置 使用Grid System框架實踐RWD技術 到網站上線 SEO優化及後續的數據分析 追蹤User的行為將會以常見的電商網站和著陸首頁進行使用者停頁 到整體專案進行為教學範例 課程會以兩個講者來分享 分別是我Louis 規劃過瀏覽量破譯的網站 和金流破譯的電商甚至多國語系的網站 將會透過專案經驗和大家分享預購的問題及解決的方案 第二位講師是Joy 執行超過30幾個網頁專案 完整從無到有首科過20幾個網頁 他將帶給各位最扎實的網頁基礎概念 甚至是HTML、CSS自身的BUG 帶大家避開學習上的地雷 順利做出自己想要的網站 而募資超過500% 將會加入一名負責數個百萬專案的講師 加入製作正式課程 為大家深入理解行動裝置相關的設計與專案技巧 現在網頁設計的職缺日漸增多 在知名找工作的平台 網頁設計的職缺也已經比UIUX設計多 網頁設計師不僅是設計師 更能培養工程思維 讓工作上如魚得水 起心也較優 在我18歲找工作時 起心已經是104上UIUX的高標43K以上 最後WebClub是我們提供的線下實戰讀書會 它將彌補線上學習與業界專案的學用落差 我們在第一次舉辦就有超過上百位報名者 這也是我們目自到線上的初衷 透過線上到線下一對一互動的教學體驗 提供解決問題的管道 提升線上服務的品質 盡因彼此共同討論的環境 讓我們成為在學習網頁上的夥伴吧